Hello,我是Boss Mike的朋友,大家好 2月正式踏入 我們不妨逆著這條片 去跟大家說一下 今年和2月份 對於大肆的走勢,我Ringo 是怎樣看的呢?馬上去片 好了,馬上開始 我們這條片會講 今年自己個人覺得的 今年走的走勢和 range 下一部份會講一下2月份 我們恒指的走勢 或者大肆的走勢應該是怎樣走的 今年整年的年份 我們要知道,即2023年 其實整個世界都在走 上一年加息 遺留下來的一個 可能,美股那邊會有一個 經濟衰退的一個主題 如果一間公司 譬如說以前 可能借銀行利息是只有1厘的 現在變得只有5厘的話 就等同於我們去買樓的時候 以前公樓可能很低 但現在公樓動逐都很高 即6、7厘等等 有些國家就算去到7、8厘 當你發現,原來我自己去 公樓的成本增加了 自然你去買樓 或者搶樓的情況 都沒有那麼積極 所以我們會預計 在未來一年,企業的盈利 會大大受壓 從而令到股值降低 當股值降低的話 自然這些股票 就會比較難做出一個 破頂的情況 當然除非有個別的股份 會比較良麗 或者是食證今年的新的主題性 但起碼我們整體會知道 這件事一定是環球 即是影響著全世界的一個中之重的重點 這是美國那邊 第二就是一些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方面 例如什麼呢 例如俄乎戰生一直未到 跟著台海那邊的局勢 可能都不會穩定 這方面我自己又不是軍事專家 總之增加了一個不確定性 而第三就是中國Reopening 即是我們重新開放 中國那邊 但是這個數字 是不是真的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真是這麼亮麗這麼好呢 會不會純粹是新延的時候 純粹做一個報復式的消費 報復式完了 接著就會跌回去呢 OK 甚至乎 這個就是壞消息 但是可能好消息的時候 就是 咦 我們見到這麼多的國家 其實一早就Reopen 了 中國就是最新加入 我們會見到很多外國的國家 其實大部分人已經不戴口罩 感染的數字也都開始回落 我們預計雖然現在中國 可能是有一個突然之間增加感染的大增的數字 但是到最後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全體免疫 或者是叫做自然屏障增加 增加 到時候又會怎樣做呢 我們要拭目以待 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Sorry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預計 今年其實都是比較反覆的一年 好了 反覆的話 就不會覺得它突然之間 會突然之間爆上去30,000點 亦都覺得在去年低位14,000點 可能都有機會守得住 所以應該都會在中間這裡搓來搓去 問題是搓多少點呢 我們可以從這裡開始看一看 向後去看 即是每一年看看 其實每一年恆生指數 應該是大約動多少點 才算合理呢 以全年來計 我們不妨各位可以留意著 右上角這裡有個盒仔 看著最高與最低點 雙減的數字 就是全年 那一年全年的高低波幅 譬如說 以202月為例 我們會見到 右上的數字 就是25244 最低就是14615 所以雙減大約是9,000點左右 即是說 上年全年恆生指數高低位是9,000多點 好了 21年的話 都接近8,000多9,000點左右 Roughly可以了 20年呢 都是8,000多點 19年 5,000多點 18年 就是8,000多9,000點 17年呢 接換1萬點 16 就是6,000 15 就是8,000 跟著1413 那些大約都是5,000多點 那就是說 一個恆生指數 一年呢 合理的波幅 大約會是5,000點 或者以上 作為一個5,000點的入門起步去計算 所以呢 我們呢 自己是可以在這裡 畫了 反正今年的高低波幅呢 就是19353 以及我們的暫時最高位是22703 所以 19338才對 那我們呢 可以在這裡 隨意畫一個 5,000點的波幅先 當然今年是可以 絕對是 走穿超過 5,000點 但是 我們不知道 走6,000 7,000 8,000 但是總之 起碼呢 5,000點都沒有走路了 所以呢 可以周圍擺來擺去 明白嗎 好了 怎樣擺呢 我們呢 就要慢慢再看回去 日線圖那邊 這裡呢 就不是的 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5,000點的波幅先 OK 個人來說呢 我會覺得 今年呢 其實 其實 美股那邊的協形力 都不太好 其實中概股那邊呢 由低位到升上來 已經升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它要繼續上升 如果直接波25,000 今年都十分之困難 所以 我個人覺得呢 是會有個調整 看一個數字上面 大約調整 你說24,000至25,000 以今年來說 風艇都真的 很盡很盡下的了 就是我會覺得 升到24,000真的很盡 正常來說呢 就應該在這裏 去做一個復活的 OK 那低位大約多少 大約是19,000 如果你再向下 extend 1000點 6,000點都不過份 其實就是18,000點 所以我自己 今年預計呢 那個range 大概是24,000 就封頂 然後 24,000至25,000 封頂 然後向下extend 就是 5,000至6,000點 大約是18,000至19,000點 這個是年頭去估算 因為坦白說 未來有太多不確定性 亦都不希望 這麼早 給一些 會不會跌下去 15,000 14,000 這麼恐慌的想法 給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 最minimum的波幅值 這樣去做 所以 在這裏 我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 如果 根據這個想法 全年的波幅值 有可能 是為了 這5,000點 而走下去 19,000 18,000 即是說 以目前來說 是不是一個 這麼積極去買入股界的時機 我相信 不是 所以 況且 如果由低位升上來 我們畫黃金比率 它是隨時可以回一半的 而每一半 剛巧就是18,700 即接近19,000 即接近19,000 所以 如果喜歡玩長倉的朋友 即是持久一點 不可能再等一會 我覺得 還有機會 好了 至於 今個月 2月份 又怎樣計算呢 2月份的話 我記得我之前也拍過影片 所以 我就直接把答案給大家 2月份的話 我會覺得 上面 其實都是23,000 都很厲害 23,400 這些位置 很厲害 整個2月份 是偏淡的 整個2月份 是偏淡的 OK 所以 一開始 它是跌了幾天 但是 咦 Ringo 又覺得 又可以向上 那是怎樣呢 它可以先向上 跌穿 這個22,700 的頂位 可能 碰一碰23,000 然後 再做一個 比較 完整的回調 而回調的位置 我會預計 這個月的低位 或者 比較強的支持位 就是 20,200 OK 所以大家 要留意著 它會不會馬上直接碰到 19,000 我覺得2月份 出現的機率 是相對低的 但是 在這個位置 可能會反覆幾天 然後 去到月中 到月尾 才再做一個 突破 下去 還沒有 如果你說 不是 是下星期 已經立刻要跌下去 的話 我們自己的做法 就是 先撈 因為它已經 附飄了全個月的 一個波幅的要求 所以 我們要看 時間 到底是 早跌 還是遲 如果早跌的話 先跌的話 譬如說 月中就跌到 我們自己的策略 就是 買上為主 就是近20,200 附近 可能20,000 20,500 附近 這個其一 其二 就是 如果它不是直跌 它在這裏 徘徊 可能上去 就下回來 比較不下不淡 到時 我就會看看 它的時間點在哪裏 因為現在時間上早 如果是接近 月中打後的話 即 月中 月中之前 它仍然在橫行 我就會預計 月中打後 它可能有一波 比較明顯的回調 一個跌勢 到時 我反而會主力是做孤 多過是等位去拿 OK 希望這條片 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每一個月份 希望 我自己 Ringo 每一個月份 第一條片 都是幫大家做一些月頭 作為一個每一年 甚至乎每一個月的整體部署的觀感 從而令到大家 作為一個 真的對自己有負責的投資者 都可以真的每個月 看一看 那個部署 令到自己按步驟班去做 起碼就算錯 都叫做 你知道哪個位置 是出錯 甚至乎變化在哪裏 那我們 下條片 再見大家 希望這條片的內容 大家可以用得著 請多多多文化 請多多文化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